高雄左營舊城內遺址發現百年前的石碑 一個清代的253年存在已久的石碑 那這樣的一件事情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可以證實在左營舊城這個場域的地底下 還存有很多清代的文化遺構 花岡岩材質的德正碑估計是前農年間所科制的 但放眼望去這裡相當空曠 石碑發現的地層約地下50公分 確定是穀物嗎 這個碑其實旁邊伴水的土層其實是非常多的磚塊 而且是破損的磚塊 還有非常多的那種磁器 它是因為日本人來的時候 它有系統性有目的性的拆毀 這個城的清朝的官署或是民居 甚至是宗教性的廟宇 現在的左營舊城是昔日鳳山縣舊城1825年改造 老孤石和三河土混合而成的城壁 被稱為是台灣第一石城 也是國地古蹟 營舊城為台灣第一石城 是現存最早 保存最廣的城池 又重現舊城風貌 文化局已經擬定建城計畫 一塊石碑的發現 期待拼走出更完整的當代歷史 也讓台灣目前保留最完整的舊城 能再現風光 大愛新聞 朱榮蕭鴻樹 高雄報導 現在的城市